在德云社 每对相声演员除了和自己固定的搭档一起演出之外 还可以和其他队友临时搭档 这样的混搭有时候还会给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 但是和别人的搭档往往都是暂时的 更多的时候还是原配搭档之间相互合作 但有一个人就成了例外 虽然他也有自己的固定搭档 但在小剧场演出却常常和别人搭在一起 这个人就是七队队长孟和棠的搭档周久良 孟和棠通过各种综艺节目大火 如今在小剧场演出的机会越来越少了 作为他的搭档 周久良除了跟他一起上节目之外的时间 还是要去小剧场演出 但由于孟和棠的时间有限 他只能和别人搭在一起 在近期的节目单 周久良一周要演出13场 基本上每天还是和不同的演员一起合作 这样的情况换了别人 大概早就有不赞同的声音出现了 但周久良不同 德云社很多演员们都希望和周久良 有一场合作 这是为什么呢 独特的舞台风格 在德云社后台 师兄弟们会相互交流台上的经验 而周久良的台风被不少观众和师兄弟们喜欢 阮云平 烧饼 上九溪等人都曾经表示过对周久良台风的欣赏 在德云社团中 德云斗笑社中 孟和棠 秦潇贤和烧饼三人还共同争夺过和周久良合作的机会 由此可见 周久良是个强手的捧根 郭德刚曾经说过 之所以周久良的艺名叫良 是因为他的各方面表现都是优良的 挑不出大错的 这样的评价在所有德云社演员中都是少有的 和孟和棠搭档以后 他在不断的舞台表演中 形成了自己一语至死的舞台风格 获得了很多粉丝的喜爱 有观众认为他的舞台风格是设计好的 只有真正了解他的忠实观众才知道 他在台上就是话少的 他的沉稳和孟和棠的欢托台风相互补充 形成了他们独特的风格 也在不断的经验积累中 丰富了自己的表演内涵 这正是因为他台上沉稳的风格 粉丝们都叫他小先生 今年刚刚27岁的他 有时候成熟的像个老艺术家 搭档和师傅都说过 生活中的他和台上的他差别大 也许是因为接触相声的时候 他年纪很小 这么多年站上台就不自觉的表现 成熟稳重的那一面 从另一个方面想 如果他在台上和孟和棠一样欢托 说不定就不会有这么多观众 喜欢他们的相声表演 同样作为捧根的鸾云瓶 曾经说过 最好的捧根 就是你听完这段相声 记不起来他是谁 周九良自藏锋芒 显然做到了这个效果 找到了最适合他的舞台风格 多才多艺 他在德云社深受众多师兄弟们喜爱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是他多才多艺 在学习相声之前 他曾专门拜师学习传统弦乐器三弦 很长一段时间里 他都是德云社 风箱开箱等重大节日中的御用弦师 而舞台上谈三弦 可谓是他的看家本领 除此之外 他还是可以继承 郭德纲大嗓门的徒弟 郭德纲的叫小藩 在德云社可谓一绝 而在他众多的徒弟中 只有周九良唱的叫小藩 最有郭德纲原版的味道 年纪轻轻的他 接触的东西大都是传统文化 他和郭德纲最大的相似之处 就是两个人都中爱戏曲 孟和棠还说 在生活中 周九良几乎不听流行歌曲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让他在舞台上比起别人 更加游人有余 在所有人都在接触新东西 变得浮躁的时候 年轻的周九良 却可以有不同于这个年龄 该有的沉稳 他还有一句智力名言是 非不能也 实不为也 短短八个字 说明了自己的底线和态度 他一直把自己 摆正在捧格的位置上 不管合作对象是谁 都会最大限度 配合对方完成作品的表演 带来极好的舞台效果 或许 这就是德林社 众多师兄弟们 都希望能够和他 有一次合作的原因 你们觉得是这样吗